沒有啦 現在五十九了 七點準時開始 七點 你還是要用那個賣歌中獎嗎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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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音比較好 哈囉 喂 喂 喂 咳咳 呵呵 我睡 怎麼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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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知道就 好吧 玩家OK 好 我們開始 好 我們今天歡迎 我們歡迎 洪崇凱 來自 問來 柏尼 喔沒有 那是 古代的 柏尼 這個 這一場會是 夏日時光第一場 講 問來 對 講問來的那個 活動 那 問來的多少錢 四十萬 好 那我們歡迎 問來四十萬的觀眾 一起來收看這一場 呵呵 好 他們的遊史在台灣 談他們的 談他的家鄉 其實我自己是很好奇這個地方 嗯 因為其實 接觸到 問來的 其實會非常非常少 啊講來講去就無尊 無尊也不錯這個年代 我覺得我們這代 沒什麼感覺 可是 其實我們通常 在談東南亞的時候 不會談 問來的 嗯 不會談嗎 對對對 基本上不太會談 我也會談 啊 真的 就是一句代表 就說二產石油 然後 就很有錢 對 對問來的想像其實就很 能夠我同學 很扁平 認識我的就是什麼 石油 然後什麼有錢 然後就沒了 就是 好所以我們今天就由你來 來幫我們 好 開講文來 好那 我會叫柏尼 就是那時候我想說 就是不要寫文來 那麼直白 讓大家就是 猜一下就是大家應該就不知道是什麼國家 然後還有什麼南國 就是不想說在哪裡 不說南洋 因為南洋太 就太明顯是 東南亞的 然後 烈嶼就是 你們知道嗎 我知道我在這邊當兵 烈嶼 你們觀眾好 沒關係 烈嶼就是 小金門 烈嶼鄉就是 對 因為我等一下會講到 就是為什麼要說 烈嶼人 跟文來有什麼關係 就是 嗯 吸爾功聽吧 然後好 對 就是 柏尼是文來 古代的一個 舊稱 以前的名稱 他以前 文來其實沒有那麼小 他是 很像涵蓋這整個 我箭頭子的地方 聽說有一部分 菲律賓也是 很小一部分也是文來 就以前文來 是一個蠻大的一個 王國吧 嗯 現在就很小 好 然後 這你們應該在 FB 就是有瀏覽到了 就是他 1929年才發現有 石油 就是 真主阿拉就是 就是 回教的那個 最高的那個 神 神明吧 所以 之前他很貧窮 1929年之後 發現石油之後 就 就變很 就慢慢越來越有錢 對 然後 就是東南亞國家 靠近世道 所以也是很熱的 就是 嗯 只有旱季雨季 然後 對 等一下會講到他的福利很好 然後 可是還會持續多久呢 因為他畢竟靠的是石油和天然氣 這種會 很快 也不是很快 就是會用完的資源 然後 對 這國家 也有華人 那主要來自哪裡呢 還有 對 有一群 人 大概 應該有幾萬人 對 好像是無國級永久性居民 在文來居近 但是 他們 不算文來人 他們是永久性居民 對 這個情況還蠻特殊的 等一下會聊到 對 好 然後關於我就 就 跳過好了 好 耶 直接講 我們線上有四十萬 四十萬文來的同鄉 沒有 就是 在文來出生長大 然後 十七歲吧 去新加坡 念 念國際學校兩年 然後之後就 來台灣已經來了快兩年半 對 三年以內 對 快三年 然後 我不知道為什麼來台灣就是 認識的 因為大學生 就是我同學 他們就會說 我跟他們介紹的時候 我是文來的 然後過不久 他們就一些比較還不記得我是文來的 說 你是緬甸來的嗎 你是緬甸的 我就 不是我沒有說過我是緬甸的 然後 還有一些是兩三個 就是校外人士也說 緬甸 所以我跟他們說 文來 然後聊天過了十五分鐘後 所以緬甸有 我就 為什麼變到緬甸了 所以 不只一兩個 應該這三年內 這三年內都有 可是不是每個人 欸 就是 大概有十個人以內 就是 八九個吧 會 不知道為什麼就會聯想到緬甸 因為文來兩個字 緬甸也兩個字 是這樣嗎 還是 還是緬甸很神秘 對 文來也很神秘 然後 我不知道 所以我感到不解 所以可能 我看到 現場有一位緬甸的同學 可能 等一下能回答的問題 是緬甸的同學嗎 有啊 這個 對 超生 然後 然後 烈嶼鄉嘛 又成小金門 它是 其實它比較靠近廈門 就是 它雖然是台灣離島地區 但是 就 對 就是一座難以會定的海 這怎麼念 魚嗎 是我的原鄉 就是 這樣講的意思就是 我爺爺 我爸爸都是 那裡出生 長大的 然後 只有我是 原來出生長大的 對 所以我沒有 我到目前還是沒有 踏過 就是沒有到 金門 就是 探親還是之類的 所以 但是 雖然沒有 濃厚的情感啦 不過以後 還是有想要過去看看的 那個 從 不是從東的 一個想法 對 然後 因為從小就是在 雜貨店幫忙 爺爺過去是開雜貨店的 所以就會接觸到 不同背景的人士 主要就是一些比較 藍領的一些外籍 外勞人士 外籍移工 然後所以對那種 身份認同啊 跨文化等議題也蠻有興趣的 然後 後面就不講了 對 就是一些自己的經歷 因為 要講的東西很多 然後今天會提早結束 一點點 所以我跳過 然後 文來在這裡 他國旗 就是 我很嚇到 就是第一次來灘灘時光 在他樓下那裡 跟這一樓 就是都有看到文來的 國旗 所以 就是 對 嗯 我真的 很佩服 在那時光 對 然後阿西亞就是 亞西蘭或者東南亞 對 然後 像馬來西亞 綠色的這個東嘛 也是馬來西亞 很多一般沒有想到馬來西亞 只會想到這個綠色的半島這裡 然後新加坡 對 然後 對 所以 他們的語言很相近 印尼跟馬來話其實也蠻像的 不過還是有點差別 還是通啦 對 所以你看這個東南亞的下半部 其實他的語言 還蠻接近的 嗯 黑綠瓶就只有百分之五的 字跟馬來文的接近 好 好 好 然後 好像這是下一個 那你們眼中的文來 你們知道 如果我剛剛沒有給你們看地圖 你們想到文來 你們會覺得文來在哪裡 呃 在綿瀉 哈哈 你之前 你之前知道文來在哪裡嗎 我不知道 也不知道 也不知道 就知道在東南亞 對 之前我在國際學校認識的一些 中國大陸的同學 我就問他 你知道文來嗎 喔 是在四川附近嗎 還是 我就說 我在想他們是不是想要什麼 問船大陸 問船大陸 然後我說不是 所以大陸什麼某個小島 我說不是 在東南亞 喔 所以是馬來西亞嗎 不是 他很靠近馬來西亞 就是 但是不是 所以他是一個國家 在哪裡 就剛剛給你們看了 就是 這個小小的地方 他以前還蠻大的 以前是 對 不過現在就那麼小 然後 那 他是個國家喔 對 然後你們就會想到 台灣同學就會說 有什麼油田嗎 我說沒有 我是文來出生 長大的 台灣人 所以就 我家沒有 油田 對 然後 被什麼 被什麼國家殖民過 你們知道嗎 日本 其實英國 其實英國 日本像是佔領過幾年 幾年 主要是英國 然後 他是很低調 很寧靜的一個國家 自2007年 誰還是什麼東西 出了名之後 文來才被比較多人看見了 知道 喔對 非常好 就那時候2008年去澳門 參加那個戲劇什麼比賽之類的 代表學校 那時候 對 然後那時候我國中 然後就去到澳門 然後澳門就說 他沒有廣東話 他蠻來的 就是文來來的嗎 我說對啊 然後 他說你聽到廣東話 我就 剛好有看港劇有學這樣子 然後 他說文來 你們 無尊是你們那裡的嗎 我說是 對 他說我學長 喔是你學長 然後就開始就 那時候他剛剛紅07年 我是08年過去的 所以大家就 對文來這個國家開始 比較有一些了解 但是很多都是 停止在 停留在超有錢 或者流油之類的 好 那他是什麼教的國家 應該 回教 全國禁 是他禁很多東西 禁酒 然後 還有什麼 回教就禁 你就沒有賣豬肉 禁煙嗎 煙是不能在公共場所醜煙 就是 還有禁酒 養狗 狗 其實華人有養狗 華人 但是在公共場 如果看到狗的話 就是會 會被毒死 還是會被怎樣 就是餵他們一些 有毒的 飼料嗎 還是怎樣 就是反正會被抓走 或毒死之類的 然後 有些馬來人 就是因為他們是回教徒 所以他們討厭 狗 有些 可能會 可能會就是 會打狗嗎 我是沒有看過 我是聽說有狗 會被 可能不是馬來人 就是回教徒 可能是 對 回教徒 有可能是印尼的外籍勞工 或者 因為他們也是回教徒 然後 有些狗 其實他是很愛廢 他也沒有什麼惡意 然後 然後就被打了 對 以前有聽說過 但是我是沒有 遇過 然後人口 你們知道有幾萬嗎 晚來的 40萬 欸 你剛剛有聽到嗎 沒有 所以你有做功課 好 40萬就是台灣原住民才 40萬 40萬 50萬 所以 差不多 然後全民免 免什麼呢 當兵 還有免稅 對 對 當兵也 你想當才當 對 也算了 這是無追 無追 他是我學長喔 大我很多 有沒有很多 對 然後有採訪過他之前 好 然後文來的 這是一個簡單的介紹 就是1984年獨立 所以我們才33 對 33 獨立33週年 然後 國慶約是定在2月23號 全民免稅 文來的位置就是剛剛好 反正他是 再回去 這裡 你看喔 就在這裡 所以他只有一面是環海的 就是 就是 一面 面臨南海 就是South China Sea 那個 中國南海 對 三面被馬來西亞包圍 主要是被殺老月 就是 然後面積就那麼小 他比新加坡大十倍大 但是人口是新加坡的四分之一嘛 很像是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比新加坡大十倍 對 汽車 就是從這裡 首都 我手在走 然後這裡到這裡 就是從這裡到這裡 就是要一個 騎車 開車才一個小時 然後 文來人口四十萬嘛 然後 人口密度就是這樣 你看上海的是這個 我手在走 還是不要用好了 然後 語言 很多人就會說 文來話嗎 就是文來就是文來話嗎 沒有 我們還是用馬來語 馬來文 跟馬來西亞一樣 新加坡也是有用馬來文 然後 你知道新加坡的國歌是馬來文 然後新加坡 雖然他們 用的語言 就是 是用英文為主 然後 文來是有用商業用語 馬來文英文都有 然後中文 一般只是華人在用 貨幣就是跟新幣一樣大 因為他們 文來新加坡的關係很好 一文來源 或一新幣 都等於23台幣 所以在文來也可以使用新加坡幣 但他們一般都 不收 然後新加坡 我在新加坡念書兩年 他們也很不喜歡收文來的錢 就是 他們會覺得可能破了一點 就是 有的地方就 有的店家就不收 就他們擔心怎樣 還是很麻煩 其實不會 就是 他們就看不慣 對 就是 許多地方銀行 也不能 這只要是台灣 台灣如果你要去文來玩 你就只能先 換新幣 然後再文來用新幣 或者你再文來跟 銀行換成文幣 對 類似這樣子 所以 文來的物價很便宜 跟台灣才 對 嗯哼 這就 算了 沒有時差跟台灣 對 沒有時差 這個我就簡單 簡單的介紹一下 因為大家都不大了解 它叫和平之邦 因為它的全名是 Brunai Darussalam 那個 等一下我後面的 那個PPT會有 Darussalam指的是和平之鄉 所以它政治穩定 生活很安定 然後 沒有天災 最多就是 暴雨 對 然後去年還是前年 發生了一個很 對我們來說很嚴重的 也不是颱風 就是 好啦 可能是小颱風 就有把我們的那個 學校的那個什麼 屋頂有 催 催裂 沒有整個掉下來 就是就有 聽說有漏水之類 那當時我在台灣 我是聽 學校的人說的 就下雨跟風 風 以前不會有什麼風災 最新年代也有風災 對 以前是雨 然後資源豐富嘛 就是天然氣稀有 然後古稱薄泥 對 我用薄泥就是 以前叫薄泥 然後 明代 所以現在中國大陸也是用文萊 可是 我們在 應該念文萊 但我們 我們都會念 我們在文萊 我們都念成文萊 應該要念文萊 我不知道為什麼就是 可能講錯就錯吧 對 就是 我們有問過學校的老師 他說 以前剛到了華人 就念文萊 可能是 我不知道是不是受 普建化還是台語 就是文萊 文 就是不會變成 文 就沒有那個 對 很奇怪 眾說紛紛 為什麼會念文萊 但是 中國大陸就會用文 不用問 然後15世紀才是 伊斯蘭教才傳入 建立蘇丹國 你看意思就是 伊斯蘭教 它有很多個教派嘛 然後文萊就有 尋尼派 所以最高統治者 國王就叫做 蘇丹 馬來話就是 蘇丹 蘇丹 16世紀被很多西方國家 1888年就變成英國保護區 1941年曾被日本佔領過 然後英國1984年1月1號放棄了我掌握的文萊的外交和國防權力 然後文萊就宣布完全獨立 但是我們是2月23號把它定為國慶日 不是1月1號 因為1月1號感覺就是 Happy New Year嘛 不是 不會變成什麼 國慶日 很少 然後不久後就加入了什麼聯合國啊 英國聯邦 有什麼Commonwealth 還有亞西 就是東協 ASEAN 對 然後文萊很特別的一點 就是政府 蘇丹跟那個 國王跟政府 都大力推行馬來話 伊斯蘭話 和君主制 叫Malayu Islam Baraja 就是 我們中學都有一門課叫M.I.B 就是Malayu Islam Baraja 就是教導你馬來文的文化 然後還有伊斯蘭教的一些 一些不是教義 就是 很難解釋 然後Baraja就是君主 那個蘇丹的那個 國家的 政治的一些部分 還有什麼 就是文化啊 因為 畢竟我離開 也有五年多了 所以 就是想 就是文萊的 好像 他會告訴你文萊有幾個 七個原住民族之類的 就是你要 真的了解文萊就對了啦 鞏固他的王室統治 胡適馬來人 土著原住民的經濟 進行現代化建設的同時 為了是什麼呢 為什麼會有M.I.B 這門課或者這個制度呢 這個制度呢 維護伊斯蘭教義 因為文萊最近真的 越來越 他的回教的那個什麼 實施的 就是越來越回教化啦 嗯 文萊地理 就是 這是 中文叫做 斯里巴加灣市 是首都 然後 對我就住這裡 然後 然後 波羅洲 波羅洲 波羅洲是整個 那個島 然後文萊只是一小部分 然後放大後就是這裡 你們看到的 然後 嗯 對這裡 這就是馬來西亞的沙老月 沙拉瓦克 這一部分 然後東馬在 比較上面 就是這裡你們看不到 然後 然後 所以我問一下 那一塊沒有連在一起嗎 這個嗎 對沒有連在一起 那你們怎麼過去 沒有 有 有路啊 有馬路啊 就是 可是要 對就是要蓋 蓋章 就是 國邊界邊境就是 有點麻煩 也可以搭船 搭船過去 像這裡 搭船到這裡 然後再坐車 或者你要直接開車也可以 對 你看它沿海 為什麼 我們文萊百分之 就是 70幾還是80 是熱帶雨林嗎 目前就是 只有這個沿海地區是開發的 因為 對啊 沿海都是平原 內地就是很 都是山啊 所以沒有開發 熱帶氣候 沿熱多雨 森林面積 對 佔四分之三 政府非常注重 自然生態的保護 所以其實文萊的 這一區下面 我都沒有到過 我們 因為那裡都 沒有住什麼人吧 真的 可能 可能有啦 但是 很少很少很少 有可能 有可能 可是我覺得 在 應該 這裡應該 這裡以下應該都 沒人住 那是森林 我覺得 因為 我記得以前有學過 有一個 有一個 什麼景點在這裡 已經很裡面了 然後 以下就沒什麼景點 然後 然後 Brunai Moira 是這個黃色的 Blai 是這個 紅色嗎 然後 Dutong 綠色 然後這個 很奇怪的顏色 是 Damburong 他們有中文名字 後面會有 翻譯 首都 對 就是我們的行政商業文化中心 就是 就是有55%的人 住在那裡 然後 這是我們的 國王 收短他年輕的時候的 相片 可能十幾年前的照片 他現在也 其實看起來 他現在七十幾歲 但看起來其實才五十幾 六十 就是 嗯 然後 他的 國王 他的頭銜全名很長喔 那 你們聽我唸啦 因為我覺得 你們不會馬來 我就會唸得很奇怪 也可以一起唸齁 Gabawa Duli Yang Maha Mulia Baduka Seri Baginda Sultan Haji Asana al-Bokya Mu'izzadin wa-da-la Ibni al-Marqum Sultan Haji Omar Ali Saifuddin Sahadul Qairi Wa-din Sultan Danyang Libertu Nagar Buna Jerusalem 後面是國家的名字 Nagra Bruna Jerusalem Nagra是馬來文的國家 Bruna就是文來 Darius Jerusalem 就是 和平之邦 剛剛前面有提到 然後這是文來的 最近在網路很有名的一個網子 就是IG 就是很多 很多粉絲 就是 他是文來 比較帥的一個網子 這是他的寵物喔 好 然後他有上過那個 泰國的什麼GQ版那個雜誌 還是怎樣的 對 然後國旗 文來國旗 就很很 我在講 燦爛時光會有文來國旗 可能因為 很有特色吧 還是黃色就 很適合他 所以不是東南亞 蘇田啊 所以美國都要 他為什麼會有 可是很特別啊 很多人跟我說文來國旗很特別 就是他長方形 去看一下 主要顏色就是 黃色白色黑色紅色 黃色呢 在 其實黃色代表什麼 黃式的顏色 然後他就 他這裡有說黑白 八八八 黃色代表 蘇丹至高無上 黑白兩條鞋 是今年歷史上 兩位功勳著著的 親王 以前還有 這是 現在這個蘇丹國王 是第29任 之前有兩任 做過很多一些 很有名的 什麼 就是把文來的 什麼 土地嗎 擴展到很大的 其中一個 另外一個我忘了是什麼 什麼 以前歷史有學 小學人就忘記了 然後 對 國徽我就不解釋了 因為他 我也忘記了 其實可以找 網路會有 我們可以查 然後 人口的話 三分之二 67%為馬來人 然後最重要的少數民族 是華人 15% 然後其他種族 就是可能 印度人 跟律賓人 印尼人 或外籍勞工 還是 等等 就是 世界上少數的 君主王 國之一 君主 就是國王 還有 他是有實權 那個權利的 雖然是小國 但在國際組織上 還算活躍 沒有到也很活躍 還算活躍 這個組 這是我上網找的 民主 好 民主 和獨立的 馬來穆斯林君主國 憲法規定蘇丹為國家元首 擁有行政權 全部立法會 立法議員 由蘇丹任命 然後 之後的那個蘇丹呢 也會是 就是 傳給他兒子 好 問來 好 王氏可以任命 格宇 好 主導國家內政及外交國防 有絕對的政治力 經濟力和唯一合法武力 藉由這些控制力 以及種族宗教的安定人心的力量 來進行良善的極權統治 這是我網路上的 就是我不會 如果我打不出這種東西啦 可是這是對的啦 就是我們是 因為 國王就是有 他 他要做什麼都可以 對 藉由這些控制 然後宗教 主導文來真的 回教 現在 越來越 重 不是重要 就是越來越有影響力嘛 越來越嚴格 對 主要的四個部門 你這個看過就好 因為我覺得你們應該沒興趣 最重要是內閣會議 包括 然後 什麼 國防外交金融家計 教育工業 宗教發展 交通 健康文化 清零運動 那是一個部 然後 部長都是由王氏任命指派 並主導行政立法司法的各種政治角色 專制 等等等等 那你的立委在幹嘛 因為剛才你說立委都是國王派的 他們在幹嘛 他就是要 就是 就是釘釘一些什麼藍圖嗎 還是怎樣 然後 指派人員 就是 他可能就是要向 向 向蘇丹還是誰 報告吧 因為蘇丹一個人不可能 就是 管那麼多 所以他們 那些所謂的立委也要 也要就是想辦法促進 國家的一些 像這些什麼 國防 外交金融 還是要做事啊 當然 對 然後政黨 對 其實我 我出生是1995年嘛 我記得是沒有反對黨 可是他這裡是說呢 對 因為文來是限制反對黨的發展 文來的王室家屬政府 不容許反對黨存在 可是他說1962年有什麼人民黨 叛變之後 文來就全面禁止反對黨活動 所以反對黨都是非法組織 然後1984年獨立之後 才開始放寬那個控制 所以當時又成立一個什麼 就是文來全國聯合黨 1986年成立 但我在文來完全沒有聽過 所以他說 他是目前唯一合法政黨 你看他這裡有說 威權 文來全國聯合黨 就是這個我剛剛講的 也只是一個花瓶角色 可能有這個黨 但其實真的 也應該也沒有在做什麼 就是因為我在文來 我真的沒有聽過這個 黨 這個東西 可能就很不活躍 不活躍 然後 言論自由的控制 其實文來 嗯 對 沒有言論自由的國家 還有一份 我不確定是不是一份 因為 我常看的都是 華文報紙 可是我知道 Borneo Bulletin 是英文的 然後它有一份 馬來文版本 是Media Pramata 然後之前 很像是去年 去年 另外一個叫 Brunai Times的 英文報 被 被勒令關閉了 就是因為它很像 報了一個什麼 阿拉伯的 等一下 這裡有新聞 等一下我再念 好 然後就是人民不可以煽動 隨意煽動和批判政府 對 不可以有違背回教精神的 教義和言論行為 嗯 然後 我們的蘇丹1980年代末呢 對媒體有所放鬆 所以政府 可是呢 政府還是還蠻 就是嚴格控制言論 自由的尺度 所以我在想那個 Brunai Times 就是那個被關閉的 報社 就是可能 它其實報的東西 我覺得不嚴重 等一下 對啊 主要是要求我們 不能出的時候回家 就是這個 它這裡是說 Shutdown 因為它好像是報了什麼 那個 簽證費用 沙地阿拉伯 什麼政府 就是調整 增加費用 然後造成什麼不變 就是 只是這個新聞 然後隔天就 隔天還是下一個禮拜 就被說要 關閉 很奇怪 可是它就 它就 這裡有說 呃 好這裡沒說 你看 所以 很像 當天 還是隔天 就 政府還是什麼 我不知道是誰 就是發了一個說 Runai Times要關 必須要關 然後 你們說 會停止 媒體和 那個 publication 就是 主辦的一些作業 明天 明天 然後就馬上 175個人失業 對 你看 政府政府 已經很憤怒 很憤怒 就是已經 我覺得他們本來 對 那個 Runai Times 爆的東西 有一點反感 但找不到什麼 把柄 然後現在就找到一個 覺得 算得上把柄的東西吧 然後他們就 趁機 你們用直播 OK嗎 我沒有看到他們爆的 你說我們直播你 OK OK啊 OK啊 怕你不能回去 沒有啦 再 Wenline 可以 可以 Line也可以 他們不用Line 他們用WhatsApp 或者 IG那些都有用 Snapchat也有 Line主要是 就是 台灣 日本 韓國還有一些 地方比較常用 然後 特殊國情 因為是回教國 所以如果你搭的是 Wenline航空 Wenline有自己的 航空公司 機上不供應酒 然後 我們境內是沒有夜生活 也沒有什麼唱 沒有卡拉OK 沒有 對 就是沒有 以前還有 但是很像是2008 還是2010年 就是也沒有了 那唯一有卡拉OK的地方 也就是沒有了 所以境內也沒有夜生活 但是你可以在家 就是自己買一個卡拉OK的 那個 在家唱 然後請朋友來你家 就是那就OK 就是公共場所就沒有 然後 攜帶 稀食 販賣 藏匿毒品 是很唯一 就是死刑 最高處罰 就是死刑 政府實刑免費教育 這是對公民啦 就是文來公民 讀到大學還不 補助生活費喔 一個月很像是 我忘了是多少錢 600塊文幣嗎 600乘23 1萬 對 應該有1萬塊 1萬多台幣 對 並資助 如果你成績不錯 你申請到國外的大學 你是文來公民的話 你是文來公民的話 然後國外大學也錄取你了 他會支助你出國的費用 你到國外還是會有生活費 對 就很好 但華文 沒有我不是公民啊 我是在文來出生長大的台灣人 但華文 華文學校就是我念的 就是費用是有私人負擔 因為還是私立學校 那個政府就覺得 你們華校華人都可以 你們可以自己解決 你們財務問題 雖然長期就是 有缺錢的一個問題 但是還是辛苦的辦下去 其實東南亞 像馬來西亞 就是 很多地方都有華校 然後我覺得都是私立的 大多數 都很蠻辛苦的 所以 以前我想念中文系 這邊下面就說 你念中文系回來文來你幹嘛 就只有華校的 華文學校的老師 還有什麼 中文報紙的一些的記者嗎 還是什麼 對 然後薪水真的非常非常低 每個禮拜五的 這是很像應該是只有 我不知道其他 我不知道中東國家有沒有 但每個禮拜五 就是十二點到兩點呢 所有店家校關門 餐廳校關門 什麼 汽車工廠 什麼就是全部都要停止 營業 就是 他們要禱告要拜拜之類的 所以 你出去外面 什麼遊客十二點到兩點 他們要早午餐 欸 外面什麼都關門了 所以都 飯店裡面 可能 飯店 飯店應該 飯店會不會停止 飯店好像還是會把食物擺在那裡 然後 然後怎樣 飯店應該會有人 對飯店有人 我記得 可是就是外面 你看什麼百貨 百貨商場啊 什麼 我們私人店家都 學校 學校 對 因為我們禮拜五不上課 我們是禮拜一到四 還有禮拜六上課 我們是五跟禮拜 禮拜五禮拜天不上課 對 所以禮拜五沒有影響到 對 文來是個無稅股公民棉角所得 所以公司棉角營業稅 然後醫療也是全部免費 所以沒有健保問題 如果生病 國內解決不了一些什麼大手術呢 送到新加坡呢 也是 就是國家會幫公民租錢 也是免花錢 全部由政府買單 政府在各區 去建廉價民房 買車買房 政府無息 或低利率補助 對 這就是給當地文來人 然後六十歲以上公民呢 六十歲以上 老人 就會有那個老人金 對 好像是每個月會有六千塊台幣 軍事 就是叫做 Brunei Royal Armed Forces 他們都會有一個Royal Royal是皇家 然後那個文來 我們的航空公司也叫 Royal Brunei Airlines 皇家 文來皇家 航空公司 都會有個皇家 就是Royal 對 傳統上只有 文來公民的馬來籍 人數民可以爭取在 文來皇家武裝部隊服役 就只有馬來人可以當兵 文來的馬來人 華人 除非你是 華人 就是有得到文來的公民 但是一般人 也不會特別想要 特地去當兵 因為 因為他是自願 就是你要當才當 他沒有規定你一定要當兵 不用服兵義 我目前認識的 朋友都 沒有一個華人朋友 是去當兵的 就是去服役的 然後 這些馬來族 有七個 Vlai Visaya Brunei 就是文來憲法所界定的人民 然後 軍事 就是 最近已經積極參與 國際性的人道主義 然後 與維持和平任務 任務的區域部署行動 文來也廣泛與新加坡進行 軍事交流 對 因為那時候我去新加坡念書的時候 有一個 我的那個什麼 導師嗎 不是 宿舍的那個管理員 對 然後 他就說 因為新加坡都用英文 You're from Brunei Oh 什麼 I was in Brunei for my training 之類的 然後 聊很多 然後 這是文來的一個 蘇丹帝 文來其中一個王子 對 然後這是新加坡的那個 什麼 某軍事的 什麼部長吧 然後這也是 文來的 然後新加坡的 然後 這是文來的 新加坡主要是瓦人 對 然後 這是在新加坡 文來的王子 就是過去新加坡的那個 有軍事基地 觀摩嗎 不是觀摩 就是參觀 然後這是在文來的時候 這是文來王子 然後這是那個 就是這個嘛 紅色衣服的是他 然後文來王子就是 這一位 很像下一院書單 書單會是他 我記得 然後他們在Selfie Wifi很多人 對 然後宗教 文來就 伊斯蘭回教 所以 佔人口的 63% 你看馬來人是 我記得所有馬來人 其實幾乎都是 回教徒啦 但是有少數的可能 沒有在這個界定內的 就是 那個 像我記得文來有一些 一般人 叫一般 還是什麼 就是他不在這七個 人民 就是不在憲法界定的人 人民內 所以他們很像 有些就不是回教徒 但是 絕大多數呢 都是回教徒 然後佛教就是 我們講的佛教 其實就是中國民間信仰的 道教之類的啦 然後12% 然後基督教 9% 被回教徒的 可以自由信奉 對 其他宗教 他沒有規定你一定要 就沒有規定華人 或印度人 就是你一定要信奉 回教之類的 但是 就是你還是 如果他們馬來 不是會有什麼齋戒樂嗎 就是你 不能在公共場 你也要配合 就是不能在公共場所 吃東西還是喝水 盡量不要 不然你想 就是全國67%的人 就是 都不能吃東西 你就在 在開車的時候 然後 就是提紅綠燈的時候 已經喝水 你覺得會發生什麼事 就不要這樣子 對 我們也不會這樣啦 對 自然良好 法律嚴苛 大部分原因是因為 宗教或 法理約束 禁止 人民和非 穆斯林 在公共場所公開 信出聖誕節 對 因為之前有 然後要是五六年前 就是沒有 就是說你公共場 不能有 那個擺 什麼supermarket 裡面也不能擺放 一個雕 飾品 什麼聖誕的那種 聖誕樹啊 那些也以前有 現在這幾年也沒有了 然後農曆新年也只能在廟宇 就是華人的廟宇 學校禮堂 就是華文學校 中文學校的禮堂 和華人社團內慶祝 不能在 之前還可以就是 什麼武師 他們會在 某個地方 就是公共場所 他們有登記的話就可以 現在是沒有開放登記了 所以 只能在你們所謂華人的社區 或是場地 慶祝 然後聖誕節就是在家慶祝 公公沒有說 你在外面 之前還會看到什麼 什麼那個霓虹燈 現在聖誕節都 我們都猜下來了 就是五年前 就是那個Sharia Law 回教法 變得 就是它 一個更加有格的回教法 而伊斯蘭教中 的 禮拜一 一天要進行五次禮拜 印尼 他們馬來西亞 其實真正來講 回教徒 如果是虔誠的話 一天都會五次 對 就是 這個成禮 祥禮 什麼 圍免 婚禮和消禮 此外 每個禮拜五 被接定為祖麻日 所以是 在清真寺 就是 參加 所以他們要去那個 回教 那個什麼 清真寺 就是 馬來文叫 所以禮拜五我們是 不上課 對 而在伊斯蘭中大節 新開在節 什麼 摘生節 他們也會去 清真寺中 做禮拜 這個禮拜 就叫做惠禮 清真寺 其實我原來的清真寺真的很美 我那時候 我第一次禮拜文來去馬來西亞 還是 新加會有一個很美 有一個很美的 清真寺 馬來西亞 我目前看到都沒有文來的美 然後 在台灣看到清真寺 我就覺得 這是清真寺嗎 就是我以前 因為我以前看到清真寺真的 太美了 就是外型美麟美奂 就是這樣子的 然後這個上面是有什麼 金箔弄的 就是 真金 然後 很 還有另外一個很美的 就是我沒有放那麼多 就是 可以上網搜尋 嗯 然後 欸 這個嗎 我放這個 我沒有第一次 喔 他說 他當時他67歲 他說為了回教 穆斯林必須要履行上場阿拉 就是 他們的神 的天之 落實上場恩賜的完美法典 他表明推行回教刑法 對 叫做Sharia Law 目的之一 就是要維護回教在文萊的主導地位 祖賀犯罪 抗拒全球化帶來的道德淪喪 等 反社會罪行 可能他說 那幾年像文萊 因為以前是沒有什麼自然問題 那幾年可能自然比較差 他就覺得 可能要有一個 更加 這個回教刑法來 嗯 然後很像 全世界不是對穆斯林 就是什麼恐怖主義還是怎樣 他就覺得 那個 地位有動搖吧 可能是 我覺得這應該是要考慮的一個原因 他說回教刑法 最終將和民國留下來的普通刑法 刑事法要合二為一 最終啦 直言之文萊的長遠目標是正教合一 就是很多國家 他是 國家有 像馬來西亞也是 他的國教也是回教 但是他不會說 他不會就是 正教合一 就是文萊他長遠目標是要達到這個 正教合一 以克蘭金治國 所以1948年文萊 1984年 184 不是48 對 文萊獨立之後 30年來最重大的歷史篇章 嗯 對國際壓力絲毫沒有動搖 並不期望別人接受或認可文萊的回教刑法 希望他們能夠尊重文萊的決定 如同文萊尊重他們其他國家一樣 嗯 所以他很堅決 就是到現在還在實施 可是我目前還是沒有聽過就是 有人偷東西以後被砍手 沒有啦 可是 因為回教這個Sharia Law 其實是會怎樣 會 什麼丟石頭丟到死為止 還是 剁手剁腳 真正來講會 會這樣子 但是文萊目前 其實應該有三四年了 也沒有聽說過真的 法條上司 法條上司要這樣 他可能是要 就是要下 下組合 就是 讓人民就是 乖一點吧 有一個法律的約束在他們 都比較就是 嗯 所以 教育跟語言 嗯 商業界呢普遍 英語跟華語 因為 很多華人 在那裡 就是那個商業的 什麼主導權 也不主導 就是很多 百貨商場 還是什麼 建築 建築業 等等 都是華人 在搞的 對 所以 商店以華人經營的居多 在社交上 像老一輩的華裔普遍還是以方言 然後尤其是福建化 福建 他們他們 我們那裡頭有福建 福建 但大多數華裔都 他們還是能用華語 就是中文交談 年輕一代的會 福建化就會比較差一點 然後教育實施雙語政策 馬來語英語 但是如果你念的是中文 華語學校的話 就還要多一個華文 好 所以我們小學一到三年級呢 除了英文這個科目以外 其他科目都用馬來文 國語上課這樣子 可是小四開始 就是四年級開始 到高中 畢業 前 都會 都用英文 只有馬來文 會用 馬來文教授 對 所以我們 所以小學一到三年級 你就是馬來文 每天都在用的 然後四年級以後呢 只有上馬來文課的時候 在用馬來文 對 我說的是我的情況 因為我念的是 私立華校 然後我們就只有 華語課 中文課 會用華語 可是平時聊天 跟同學還是用中文 然後這是 那個 Jawi 就是阿拉伯文字 我們也是要 我們要學 就是 你看 巴哈斯 可是我們會看 像我會看英文的ABC 對 但是 就像這個意思一樣 就是我會念阿拉伯的那個字母 但我不會阿拉伯文 就是 如果你 你隨便念一個阿拉伯文給我 我不知道它的意思 但如果你給我看 我看那個文字 我是可以 念出來的 因為我們 畢竟是 我們學這個阿拉伯文的目的是 馬來文 它會寫成阿拉伯文 因為可蘭經是用阿拉伯文 所以 文來就覺得 你 我學了幾年 一年級到 國中三年級 就是九年 對 學了九年 就是把阿撒 阿拉伯文 對 就是一個禮拜 會上 一小時還是半小時 我忘了 就是每個禮拜 會有一節課 在上這個 老師就會要你可能 把這個寫成阿拉伯文 把這個下面的 這個是馬來文 就是 就是 你要把它編成那個就對了 然後你看我們的 麥當拉也有阿拉伯文 就是 restaurant restaurant 是馬來文 直接從英文 翻譯就是restaurant 然後 mak du nald s 就是還多一個s 然後就是 我們的百貨 那個華河百貨商場 Berniaga Namanjaya 華河 Department Store 然後還有這個 阿拉伯文 阿拉伯文 他是從馬來文 你看馬來文 Berniaga Namanjaya 就是 Berniaga Namanjaya 就是 他就寫很多 就是你會很亂 然後 對 全民 全部免費教育 指的是政府公立學校 然後全民有300多所政府學校 只有一所大學 然後一所視訊學院 一所公益學院 職業公益學院 宗教學院 護理學院 普通中學級 兩百多所小學 普通中學有很多所啦 對我忘了幾所 然後 華校只有八間 然後只有三間 是有到高中畢業的 然後另外五間 只有到小學跟年級 然後我念的是有到高中畢業的 然後其中 馬來裔就有 四間華校 文萊縣就是人口最多首都 那裡就有兩間 然後都東 都東跟登布 就是各一間 然後最早規模最大的華校就是 創辦於1918年 他原本叫做育才學校 就是現在的 Cerebral Gawain Cerebral Gawain市 文萊中華中學 也叫什麼 普羅乃 普羅乃就是 那個島 那個島 大 那個 普羅乃中華中學的前生 1922年才改成這個 文萊中華中學 然後就是 我讀了13年的母校 然後另外一間 比較歷史悠久的 就是1930年 創辦了馬來裔 在馬來裔 就是比較 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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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遠的 他也是很歷史悠久 然後都東 都東中華學校 和斯里亞 反正就是這些學校 分別就是1931 1937 1938 1946 1949年 然後最晚的是 50年代才成立 所以最早的是 1918年 然後 醫療 文萊的醫療服務呢 也有 也有那個醫療服務 對 就是到內陸 跟比較鄉村比較 地區的居民服務 對 然後都是免費 可是其實 你說免費嗎 也要每次收費 他最近 不是最近 有十年了 就是會收個一塊文幣 就是 台幣23塊 就是 就是個 象徵性的嘛 我不知道 就是可能掛耗費 需要到外 可是你需要到 對剛剛講過了 到外面接受治療的話 政府也會被負擔 一切費用 那很像就不用 付那一塊了 我記得 好像只有在國內的醫院 要付一塊 我不知道為什麼 很奇怪 也有一家私立醫院 它是私立的 所以都要繳費 超貴的 Jeradon Park Medical Center 一律收費 我在這裡見習過 然後我奶奶也在這裡 住院一個禮拜過 超貴的 超級貴 可是 品質會比較好 然後 經濟貿易 東南亞第三大產油果 世界第四大 液化天然氣 Liquified Natural Gas 的生產國 是原來的經濟之數 它是 國內生產總值36% 這是我網路找的數據啦 可能就是總收入的95% 你知道這代表什麼嗎 就是我們太依賴石油跟天然氣了 如果沒有了的話 我們就 原來就 慘了 石油儲存量和產量 就是東南亞第二 知道哪個國家第一嗎 很像是印尼吧 很滿 印尼 因為它印尼很大 所以第一只有理所當然 原來那麼小 第二 所以 驚人的那個 石油儲存量 液化天然氣是 世界第二喔 液化天然氣 它不只有石油 大家只想到石油 沒有想到那個 液化天然氣 然後GDP目前是東南亞 之前是高於新加坡 2010年吧 被新加坡追上了 然後 持續下降之後 是世界最富有的國家之一 全民無需繳 對 不用講個人所得稅 政府大力推行經濟多元化 成效 不是非常的明顯 私營化 也有鼓勵很多中小企業 歡迎外來投資者 是有啦 有比較熱鬧的啦 可是 可能時間 不夠吧 我覺得 雖然以前過要發展農業 但是 他以前 1929年發現石油以前 可能真的是個農業國 然後當時人口也不多 然後現在 現在人口也不多 但是 他現在要發展農業 他的勞動力不足 所以要移進 可能印尼或 附近的一些外籍勞工 他科技水平又不高 市場又非常的小 所以發展前景 不是很看好 所以我們的米 都是從泰國進口的 最近 我記得雖然有在種自己的米 可是 就是 有賣啦 但是 產量有限 我們吃的是泰國的米 對 壁紙 有這個 對 文藍色還蠻美的 不是紙巢喔 是那個plastic 就是 一塊 五塊 十塊 十塊 這比較模糊啦 但你看的話會很 就是如果你真的 現在你身上沒有了 因為 太久沒用了 對 以前是紙巢 然後現在有出這個 出料的 在台灣無法兌換文藍錢 有些店家不喜歡 在文藍喔 如果你去旅遊的話 他會有時候不喜歡收新币 不過其實是 他應該要收的 如果是那種什麼 旅館還是什麼 他們應該都會收 可是只是以前什麼雜貨店 他那個老闆可能就 你只有新加坡錢喔 文藍錢沒有嗎 然後什麼 然後可能就 顏色不好還是講一堆 然後就 你就說我們真的沒有 然後 然後就好啦 然後找 他就找錢給你 因為我在新加坡也遇到 他都不想 不想收文藍錢 外交文藍奉行不結盟 和同各國友好的外交政策 像文藍跟馬來西亞 印尼 跟新加坡 馬來西亞印尼 新加坡的關係還不錯 他們都很靠近 然後都是 相同語言的 然後 宗教也差不多 就是回教 然後他試東盟 就是 東南亞為 其外交技術 跟他有密切的關係 東盟 東盟第六個成員國 伊斯蘭會議主之成員國 世界貿易主之成員國 交通的話 我跟你說 文藍的交通 公共交通 好像這個公車我只搭過 我在那裡17年 我只搭過兩次吧 就是 因為 你們可以先看這段有點長 然後我就講 就是每一個家庭 像我都有 至少都有兩台車 就是 因為我們 你們知道 Toyota Vios 是大概50萬台幣 算便宜吧 對嗎 對 50萬台幣 對 汽油比水還便宜 就是 就是 一公升的汽油 很像是 0.53 x 23 所以是十幾塊台幣 然後 一公 一公升的水 賣的是幾塊文幣 23塊台幣 所以 對 有差 所以計程車 公車等公共運輸量 那個數量不多啦 因為大家都有車啊 我 我 我認識的 至少都有兩台 沒有說 不是說每個家庭都有一台車 我記得都是兩台 我認識的 對 因為車很便宜 然後公共交通太 設備很不好 然後 路線也很少 交通配套也算齊全 有高速公路 連接國內重要地方 只有一個機場 對 不需要那麼多 然後很多文來人 他們不願意做一些低程的工作 有許多人來自 這些 就是有很多 外籍移工 坐公車的基本都是他們 對 外籍移工勞工 也有 不然就是一些 來到文來旅行 旅遊的一些遊客 沒有車啊 然後文來好像也沒有什麼租車服務 最近 應該會有了 但是 很像沒有一個 沒有一個就是 他們一樣都是私人的 對 然後 坐公車 在本地人眼中 就是 感覺會貶低身份 他們會這樣覺得 因為 那個公車常遲到 然後一天只有 可能幾半 然後文來又熱 然後 然後你在那裡等的時候 又很多外籍 勞工移工 你就會覺得 我還是下次 不要 不要做了 就你一個 只有你一個不是 就你會覺得沒辦法融入 然後 你就覺得很像 像你到公車站 你會感覺自己 置身於 另外一個空間這樣子 沒有那麼誇張 對 有時候他們即使沒有私家 車回家 也因為等父母或朋友 開車來接 他們 也不容易坐公車 對 這是真的 紅土人情 文來 這個呢 不用講太多了 就是文來人有這種禮貌 然後 他們用很多規範 就是 他們都會笑臉民人 就是很友善 然後 可是有一些 你說的這些文來人是 馬來人 還是華人 華人如果在那裡出生長大 然後跟馬來人很好的話 就是念的是政府學校 不是華人學校 也會受一部分他們的文化影響 對 可是要看每個人的家庭 對 所以 如果他們在祷告的時候 還是有長輩 馬來人的話 你不能從他面前走過 雖然你真的要在他面前走過 你一定要是 彎 然後要快步 睡 你要那種 就是要很卑賤 對 老師就是 我們要馬來文的 馬來 馬來克 還有那個MIV 剛剛前面講的 那個有膠 就是這種 就是這些禮儀 不能踩心針室內 禱告用的地毯 左手非常認為是不乾淨的 所以要用右手 因為他們左手 就是擦 那個清潔 那個 上儒側後的 然後再接送物品時 要用右手 然後你不能用實質指的 一定要這樣子 就是 就是用大拇指 然後 像 你不會說 你可以幫我拿 你不會說 欸你可以幫我 他們覺得這樣很不好 就沒有禮貌 然後你叫人 叫人你不能這樣子 就是你不能 欸你過 就是 他們很像有說 就是要 有 我就要忘記了 就是 你就是說你 不能夠就是 欸你過來 不能這樣子 很像是要 你可以過來一下嗎 就是你看 就是很 看起來比較 比較怎樣 我也不會解釋 然後 呃 一般不大 不大聲說的話 在公共場合 有不少的話 罵人 訓斥別人的話 都認為是粗俗 沒有教養的喔 然後你在路上呢 你不會看到有人 在馬路 還是在 我會看到有人 邊吃 臨死 邊走路 他們覺得像是很 很奇怪的 嗯 你不會看到 然後他不喜歡 文萊人不喜歡 別人去摸其頭骨 泰國人這樣也是 就覺得 就不要 你不要看到小孩 喔好可愛 那摸他頭骨 就是 文萊人不喜歡 除非你問他 我可以摸他 我可以 我可以 他答應後才可以 然後文萊人不喜歡狗 因為跟回教有關 回教圖是不能 碰狗的 也不能養狗 對 他們很愛貓 然後 馬來男士呢 馬來人 他們 不會主動的與女生牽手 然後 馬來女士呢 如果 他也不會主 除非他主動跟你握手 不然你男生不要看到 馬來人的女生 你不要就是主動 可是現在我覺得 現在年輕 年輕一輩 年輕一代其實還好 這是傳統上來講 就是 最好不要 這樣子 現在情況也不多了 馬來年輕人以長者 握手時 對 我們會略為彎腰 就是握手的時候他們會這樣子 兩首箱 就是他們會這樣子 握的時候呢 然後會 碰自己 這是一個 他們的理解吧 就是 像握手的時候 然後會講一個什麼 Association potential 就是他們的 很像印尼也原來 就是 回教的用 那是阿來 阿拉伯 摸一下自己的胸 有時候還會聞一下 長者的手 就是有的 如果是比較 更進階一點的理 就是 那個 長者的手 像樣子 這像是然後就 對 就是 不是胸口 吻 有時還要吻一下 不是啦 那指的是 就是用頭髒貼一下 因為這是我網路找來了 有點錯 以示尊敬 慶典活動一般男女要分開組 就是你會看到男生一邊女生一邊 在那種什麼開齋節啦 還是什麼回家 那個清真寺裡面也是會分開組 除非是一家人我們就會一起做 如開齋節期間 蘇丹陛下與王室人員節節 對 就是開齋節 那個蘇丹皇宮會開放的人民去 就是見蘇丹 就是拜 就是像拜訪的人 大家可以跟蘇丹 可以跟蘇丹 可以跟蘇丹近距離握手 男生 只有男生可以跟蘇丹握手 女生就跟皇后握手 對 在不同的房間 對 男生就是 這裡都是男生 然後網內裡都是女生 就跟皇后共住 那也是蘇丹網 男女分別在不同的大廳 在同一個 或在同一個廳內 分別坐在兩個 對 都是這樣子 然後不可以 這不用講太細了 坐相也有很多講究 就是 女生絕對不能這樣子做 就是不能 腳 就是伸直那樣 然後 就是可能要 就是 像日本人吧 他們也會就是 這樣 對 然後男生呢 在公共場合 在那個他們會就是 彈腿而坐 就是 馬來西亞的 不能翹腳 他們覺得 在正式場合翹腳 很不理工 但很多人現在也翹了 不能把腿架 架在桌子 對 不能把腿架在桌子 像我現在看到同學 我的同學 大學的 有的會把腳直接放在椅子旁邊 然後那時候 我看他們覺得 哇 就是 就是我在文來不會看到這樣的畫面 所以有類似行為 婚禮 他們傳統 那個婚禮來講 大家都是席地而坐 對 那是傳統 現在很像 也有啦 但是 女士的坐姿 這比較有那戲 進入文來馬來人家庭 一般都要拖鞋 除非那個主人跟你說 不用拖鞋就不拖 進入會場 參加某一個活動詞 如果別人坐好了 你不可就是 挺直搖板 從別人面前大搖大搖走過 你就是這樣子 不好意思 這樣快 要玩 要玩 然後要快點走過 特別是以坐 以坐下的那個人 比你年長的身份高 是更不可以 有時候他們會說 你要就是 能繞過的話 就繞過 盡量不要在他面前 就是這樣講過 對 熱情浩克 風吐人心有濃郁的部族 與鄉村色彩 跟宗教教義也有關 我們來 與馬來西亞 印尼地位相近 相同的宗教民族有 習俗沒有完全一致 然後 對 這是 然後服裝 用不好 沒關係 即使在炎热的下 你看 像我們在學校 像我們是華文 就是中文學校 學校男老師 被規定要 不是西裝啦 就是可能要穿長襯衫 還是 就不能穿T-shirt 這樣子 然後女老師也必須是 長衣長褲 或者長裙過西 一些大的活動 清帖上會說明 不能穿黃色衣服 因為黃色是代表 那個黃色的顏色 那有時候 國慶日呢 如果你去參加國慶 國慶日的慶典 你不能穿黃色 也不能用黃色的傘 對 女士著裝 更加保守 不能穿 很露胸 露背透明 緊身的衣服 其實緊身 現在很像 因為他們馬來 有一個叫 是比較貼身的 是比較貼身的 對啦 緊身還是 馬來人 像我目前是沒有看過穿緊身的 他們會穿貼身 但不會到那種緊身的 特別是不能把膝蓋以上的大腿 透露在外 像華人就會這樣穿啊 所以有時候馬來人就會 一直看 華人 還是就是 就是 因為他們平時很少會看到 穿那麼短的 因為像華人 你出國去 來台灣去新加坡 你去馬來人就會買 還是泰國 你就會買一些 那種女生就會買一些 比較好看的 裙子之類的短裙 然後走在路上 就會 特別引人注目 一般穿一種叫做 巴朱古龍 等一下會看到 巴朱古龍在這裡 然後巴朱格巴雅 我沒有放上來 就比較貼身的啦 好像是從馬來西亞 就是 之前文蘭 巴朱格巴雅 就是馬來西亞 開始 穿的 非穆斯林女性 一般不能進入 性真事 但是近年來 因為太多遊客 所以他們就讓他們穿上一些 黑色長套 就可以進去參觀了 男性穿的就是這種 巴朱格巴雅 就是 這樣子 然後 然後 飲食 反正他們不能喝酒 因為是穆斯林回家 也不能 所以文蘭是不賣酒的 你要買酒 就要去那個邊界 就是剛剛你看到文蘭 就是有一部分是 沒有相連接的 那個土地 就是馬來西亞 你就可以在 一個地方叫林邦 中文叫林夢 那裡有賣酒 很多文來人 華人就會 從那裡 帶酒回來 是可以的 可是一個人只能限制 12罐啤酒 然後你就要 他會檢查 海關 他會說 可是有時候人太多 他們就 只是問一下 你就要填一個單 然後說 那你今天拿了 明天就不能 還是要隔兩天後 才能再去買 就是 有限制 然後不能吃豬肉 以前是連境內也禁止宰殺豬肉 生豬 但是禁止在超市出售 但是 其實 也不是 這是以前 對 所以我記得我 我有意思是2000 我幼稚園的時候 我就記得那個 華人的超市商場有出售 有賣豬肉的 對 所以這是真的是很以前 華人超市超級市場內 就是有一塊比較隱密的地方 就是有出售一些非 非 就是 就是不是哈拉的 不是 不是 清真認證的食物 就是在一個比較隱密的地方 有賣豬肉 對 也有賣一些什麼 其他的 就是 微教肚不能吃的東西 然後他們 一絲難一絲 就是哈拉 指的就是要經過 就是要念 要念過經那個肉 才能就是出售 還有使用 我來人喜歡吃辣 是真的 像我來到韓國 我都覺得他們的食物不辣 沒有生辣椒與生蒜幾乎 沒有這麼誇張啦 但是就是 能有辣的更好開胃嘛 對 然後愛吃甜食 真的他們吃超甜 然後油炸 吃很多油炸 我們華人就想說 馬來人吃太多油炸食品 都太 胖了 經常用 可是他們的糕點 有部分是瘦 有像 他們叫貴 然後福建華 也叫貴 就是我覺得他們有一些 有馬來文化和 就是華人的文化有融合 有些糕點 對 可是他們很喜歡用糯米粉 椰子 椰漿 椰漿 芋頭等 熱帶水果 來做成甜點 糕點 然後有一種米粉 他們馬來文化叫鬼調 是跟我們華人叫國調 就是我覺得是 可能是 我上網找到的是 都是源於福建省的閩南語 所以之前 他們很像是沒有兩隻梗子的 原來馬來族人 他們其實喜歡吃 就是中國菜 就是華人餐館的一些菜 但是一定是要哈繞的 就是清真認證的才可以 他們只有在幾家特定符合清真要求的中餐館用餐 對啊 除了家喻料跟觀念餐館 一般都不拿這個食品在外面 邊走邊吃 嗯 來食品很多色素 那個 他們的飲料 有一個就是非常非常非常粉紅 很深的粉紅色 就是色素 然後也很甜 對 他們 這個文來的飲食特色吧 不想用費 糟糕 時間有點不靠 好 然後這是 喔 地道的安布亞 文來的特色食品 但這真的很難吃 它是因為以前 文來物資匮乏沒有石油的時候 白米不常吃到 西米就是那個 西米露的那個 有一個素 就是 我不知道中文叫什麼 反正 就是一個西米粉 它會做成糊醬的一個東西 就是這個叫安布亞 然後因為以前不常吃到白米 所以它會用這個 當作主食 它其實真的沒有味道 你就要點一些這種醬料啊 沾醬這樣子 營養價值不高 只能添飽肚子 當然無味 十分難吃 我真的覺得很難吃 其實我沒有問過馬來人 但是他們也不常吃 他們只有 什麼慶典 還是節日的時候 就會準備 然後準備不多 放在那裡 所以必須拌你酸吉醬 或者辣椒醬 可是加了 是比較有味道 但我也不覺得是好吃 真的 你們吃過 你們就會知道 我認識的 沒有一個人跟我說是好吃的 對 然後這是乾的 貴 就是糕點 然後這是濕的 這超好吃的 就是布魯坦當 就是它是炭烤的 裡面有那個蝦 蝦 小蝦蜜 然後糯米 這真的很好吃 我覺得有點像那個原住民的那種 什麼豬頭飯 對 然後千層糕啊 什麼 對 就是吃的 然後我們來馬來傳統 尤其是馬來西亞也有 中港就是這個 我之前有玩過 我大概記得怎麼玩 有點忘記了 然後吉吉就是風箏 Gasim就是陀螺 對 然後 我就沒有介紹他們的傳統樂器了 就是 開災節會去皇宮見皇室 有吃的 免費的 然後也會給你禮盒 然後也會有 小孩喔 他們的小孩可能是十歲以下的 看起來就是小孩 就會有青包 就是青色的一個紅包 紅包蛋 裡面會有 五塊嗎 文幣就是等於台幣 一百多吧 一百多塊 台幣 你想一下如果 一天幾千個還是多少人去 就是 就真的很有錢 可是 對 我 那時候小學的時候 我媽就 我們就常常去 可是就要排隊排很久 然後 就真的很多人去 然後你就會去皇宮 然後那三天會有公車開到皇宮內 停在某個地方 然後就可以進去 然後超多 外國人 然後外籍移工 勞工也去 就是你可以看到文來的 所有人都會去就對了 你看 這是馬來人 可是 這拍到的是馬來人 當天畫面應該會比較亂 但我沒有放 那個比較亂的畫面 因為 這應該不是開災節 這是在皇宮的時候 這應該是 有一個大活動在 某一個地點舉行 因為那時候 我記得我以前去的時候 是 滿到就是 沒有位子 只有很多人站著 然後有人還拿那個塑料袋 就是外帶 那個吃的 就是 就是 很混亂 對 然後有錢啦 又有禮盒 所以真的啦 可是其實不是說 大家很重視你嗎 就是 混亂的意思就是 也沒有到推來推去 就是你會看到 很多人 大家在裝這個食物 然後又跑到另外一個 然後人又很多 就是 水洩不通 但也不會吵架打架 就是 你會覺得很擁擠 然後那個場面 給你的感覺就是很亂 但沒有發生什麼爭吵 打架的事件 就是 可是還是很混亂 因為你平時不會看到 這麼混亂的 畫面 對 無尊帶你 這個 就是懶得介紹 所以就 請他 有很多景點 那我覺得 因為我 我又不是什麼導遊 我可能就是 我只會跟你說 文蘭有一些必須的景點 就是烏魯登布隆 在 就是我們國家森林公園 很多外 國外的學者 都喜歡跑到這裡來 然後 這個地方真的就是 很 很原始 又有帶雨林 會有各種 稀有的動物 然後怎麼 其實我沒去過這裡 對 然後 Empire Hotel 就是帝國 帝國酒店 五星期是六星級 他是 二十幾年前 二十幾年前建的 那時候建了 就轟動全球 然後 亞洲 六星級 然後 環海 他是面向海的 然後 怎樣講 反正他住一間 然後是 一千多塊 兩 兩萬 兩萬多塊台幣 一碗 對 然後這是他的 風景 我們就有時候無聊 因為文蘭太無聊了 娛樂生活 我們就想說 要不要去這裡走走逛逛 晃一晃 然後就 然後有一次在這裡遇到無尊 然後 然後他就 他也來 不知道是來晃的 還是是 剛好有 就是住 有來過夜的 沒有 我 我那時候看到很遠 我就沒有過去找他 我們沒有 因為他在文蘭 文蘭就沒有 沒有那種 什麼狗仔隊的文化 看到他 就真的太遠 就想 算了 就不用可以去叫了 就是 因為很常會遇到他 就是他會在他健身房 不然就是他會有時候 你在市區 你看到他騎著他跑車 欸那是無尊欸 那個啊 可是通常看不到 因為他那個 鏡子黑色的 看不到 然後蘇丹 如果他開 他有時候會開車 他有自己開過 然後他也有司機開過 然後如果是司機開車的時候 你 你會看到是蘇丹 是因為他前面 後面會有很多台警車 然後你去跟他 打招呼的時候 他會給你 就是回手 然後 對 就是裡面看起來是這樣 他有很多 他那個馬桶 聽說是什麼 總統套房那個 馬桶好像是有香精 聽說 但我沒 我沒進去過 然後這是 清真寺 清真寺 這是香精的 然後 水上演講 我們文蘭的水村真的是 東方威尼斯之稱 就是真的很大 很有特色 然後 裡面其實 有一些比較破舊的 有一些比較 就是比較美 比較 感覺像豪宅的 然後這是 皇家文物紀念館 像從我家走到水村 大概十分鐘 然後 這個 這個呢也是走路十分鐘 因為他在水村附近嘛 這個就開車十分鐘 因為我住市區所以很近 然後這個走路三分鐘就到了 我家 超近的 然後走路到我學校也是三分鐘 因為這個離我學校很近啊 這個皇家文物紀念館 然後文蘭美食就是 馬來草米粉啊 嗯 蝦米 其實 這個 文蘭的 我們叫做Daisi Daisi C是三色之類的 三色奶茶 可是馬來西亞也有 所以我不知道是 文蘭馬來西亞的 都有 然後這個燒雞屁股 馬來人很愛吃 他們覺得很好吃 炭烤 很油 然後 炭烤 然後 對 幫幫幫 就是烘烤魚 這聽說不錯 我好像吃過一次之前 然後 對啦 文蘭食物 其實跟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就更多 就是文蘭會有一部 他們很相似 然後印尼最近有一個叫 Iron Benye 也是什麼 烤雞有傳到 文蘭 就是 文蘭人也很愛吃 文蘭自己本身才有 其他國家沒有 像 Na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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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飯 Gato 是敲 不是敲 就是它是 有白飯 然後淋 有一個炸雞 然後淋那個醬 可是很好吃 那個醬很好吃 對 主要就是那個醬 很特別 然後華人移民 呃 這真的很 好啦 反正我重點就是 很早的時候 就有 文蘭跟中國 就有著 貿易關係 然後 對 十七四季後呢 文蘭地方 東上不安 華人的居民 就會 當時就有 離開文蘭 十七四季後期 可是到了十八世紀初期呢 華人就捲阻重來 以前有啦 但很少很少 然後後來他們摘植胡椒 成為文蘭王國 當時最主要的 呃 打錯了 稅 然後文蘭第一次 人口 人口調查顯示 1911年喔 華人只有736個人 現在大概有6萬了 6萬 對 可是 又有越來越少 就是 嗯 發現 1929年發現石油之後 華人移民 蜂擁而至 對 然後 那6萬 的華人呢 只有20%是文蘭 尤其的文蘭公民 然後剩下的 30%呢 是所謂的 永久性居民 或者 之前叫無國籍 可是現在很像文蘭 這幾年前 因為國籍他們有像什麼 國籍的什麼什麼 什麼抗議 然後最後 永久性居民 無國 他們那個 三分爭會說無國籍喔 現在很像改成 就是 真的叫做永久性居民了 之前就是 無國籍 不知道為什麼 就很奇怪 剩下50%就是 短期工作居留 就是 就是外國人 像我 雖然叫短期 但是我爸每三年 就要去更新 那個短期 更新了 幾十次吧 對 就是 就在那裡待了 他就待了 十幾了 三十幾年 三十幾年吧 對 然後華人社區呢 最大多數還是在這個 Bandar Cerebro高丸 就是首都 然後馬來裔的那個城市 跟Surya 就是 三個 三個區 然後 都東也有 就是 不是有四個嗎 就是 我們去一下 四個 四塊 就是 一塊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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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二三四 對 四個城鎮 就是 小鎮 你知道嗎 因為我們那裡 真的沒有那種 大都市的feel 然後 我在這裡 然後 我們那個所謂的 Bandar Cerebro高丸 就是 行政貿易商業中心 然後 Blind呢 就是 油田分布地 都東 就是農業區 都東 都東 然後 然後華人社區 主要是福建人 主要是來自小金門 就是 烈嶼 然後剩下的其他 集慣的 就是可能是 呃 可能是原本在馬來裔 然後後來來文來工作的一些短期居留的 像我同學很多都是 馬來西亞的華人 就是 班上呢 四十個人 我一個 台灣 台灣護照 然後 我們班四十個 好像只有 只有兩個不是華人 三十八個是華人 然後 我是台灣護照 然後另外七八個 是文來護照 然後剩下三十個是 國外的護照 主要是馬來西亞的 華人 因為華文學校嘛 就是主要都是馬來西亞的 華人 然後這些方言分佈在不同的地域 像福建金門門 就是在首都 然後客家有什麼廣東 光復海南 就是在馬來裔的 比較多 對然後這就是 烈嶼鄉嘛 就是然後 我要公示這裡 烈嶼鄉的這個地方 叫清齊 清齊 這裡太小了 清齊 好沒關係 就是一個 都是烈嶼鄉啦 主要是來自這裡 應該有八成以上的華人 以前來的都是這裡 現在呢 一九六零年以後呢 就有什麼馬來西亞啊 什麼的 就是從 原本是從什麼 中國 什麼福建 廣東 金門一帶 到了什麼新疆或馬來西亞 有的又從馬來西亞 又在過來文來工作的那一種 就是一九六零年以後 主要是這種 一九六零年以前 來文來的真的 八成 還是九成 都是來自烈嶼鄉 他們就有分啊 什麼大金門的 可能會在新加坡的哪裡 還是 金門就是一個橋鄉 對 七十幾年的捕魚 呃 然後到 他們一開始來的話 因為 就是什麼 賣雜貨店啊 像我爺爺就是雜貨店 但是他是晚去 他是一九六幾年才過去的 但還是 不知道要幹嘛 就是雜貨店 然後有的是 當時更早的呢 會有什麼水村當漁夫 之類的 然後有的呢 就開始從事商業的 一些比較大的 貿易的一些的 嗯 對 所以 文來的華人 六萬 應該 應該有五萬吧 起碼是烈嶼鄉的 原本啊 然後說當時 然後現在他們的什麼孩子 孫子 就 像 就可能對 就知道我阿公 還是我爸 是來自金門的 可是 可能也沒去過金門吧 嗯 華人的影響力呢 華人其實 以前 很久以前 有一些政治 有參與過一些 什麼代表 還是華人代表 也不算參與 就是可能有出席 某政治場合這樣子 可是後來 至少是我出生 1990年 然後現在我 在我 記得就是 華人是沒有什麼政治地位的 也不允許成立政治團體和政黨 只有一些華人的社團 但那不是政黨 然後華人要成為文來公民呢 必須要在當地住20年 像我只住了17年 但我在懷疑 我住了20年呢 也不 就算我通過這個呢 我不一定能成為公民 因為你要先成為永久性居民 才能再考成為居民 所以我 如果再住多幾年 可能會考到 永久性居民的那個 或者連那個也考不到 因為他們福利太好了 所以他們 真的會保護當地馬來人 所以不隨便 給你那個公民 所以最快的方法 是你娶個馬來 馬來的一個女生 對 或者嫁給馬來的男生 文來的馬來男生 文來現有華人 六萬 持續下降中 其中取得文來國籍的 不到一萬元 所以剛剛前面講的 什麼免稅啊 什麼的啊 華人還是 免稅還是有 就是 對 但是其他的什麼 你看病你就要付 你不付錢 然後 上學 你也要付錢 然後 其他的 只有那個什麼 什麼稅 就不用 全民都 住在文來就不用 然後華人的影響力 主要是商業 像以前是從事農耕啊 小本生意 維持生技 1960年以後呢 開始那個 文來在發展 基礎建設 就開始有什麼建築業啊 所以文來是有很多 以前會來台灣念書 什麼台大 淡江 師大 像我們呢 我的華語老師 就是很多都是師大 中文系 畢業的 國文 他們當時叫國文 中文系 然後 對 90年代華人在琵琶業 零售業飲食 魚館業上有重要比例 其次是建築業 華人 然後其他華人就是什麼 金融保險 產業 商業投資 就是華人 嗯 196幾年 文來在開始發展 發展的時候 就是有華人加入 我覺得如果文來沒有華人 的話呢 他的發展應該 會很 多厚 我覺得啦 然後 建築業工人 多半來自東馬 西馬 還有印尼 都屬於臨時工人 嗯 好 所以蘇丹那 那個舊皇宮 還是文來博物館 國會大廈 都是那個 什麼 華人建築公司 建造的 此外華人 為翔應 1980年代政府推行的 經濟多元政策 也開始 對 像製造業投資 所以 像我們常常 在馬來西亞後文來 你會聽到什麼 如果你有追蹤一些 馬來西亞後文來的新聞 你會看到這些 拿都 還是什麼 單私利 就是一個 那個什麼頭銜 身份頭銜 就是 英屬殖民地 許多富豪 南威賢耀 被那個最高元首撤崩 那這些就是名稱 所以你會看到什麼 拿都 吳錦靖 吳錦是他的名字 那拿都是什麼 你就會好奇 就是拿都 拿都是馬來話 拿都其實馬來話指的是爺爺阿公 但是 拿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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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其實 你也會很尊重自己的爺爺 就是 類似吧 他們應該是這樣子去的 然後會在姓名前 像你看蘇丹就是陛下 然後如果是 拿都 就是 如果那個華人 像文來有一個商人很有名 叫吳錦靖 他前面就會講 拿都 馬來西亞就是 拿都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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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變成 像我 我姓紅 就是昂 所以我的英文 我的名字就是 昂 A-N-G 不是H-O-N-G 就是 所以你從那個姓氏 你也可以知道那個人的籍貫 如果那個人姓 呃 王 廣東話是王 然後 台語 欸 不見話是 O-N-G O-N-G 跟W-O-N-G 就是這樣子 可以 然後這個就是我講 黃色的身份證 在文來 每個人都要有身份證 綠色的身份證 就是短期 外國人 紅色的就是短期 那個永久居民 然後黃色的就是本地公 本地人 所以我拿的一直都是綠色的 然後 等 你看到黃色你就覺得 我始終 不是這裡的人民這樣子 然後今天的分享 文來國慶日慶典 就是 我們不管是公立學校 私立學校 每年的2月23號 都要在一個很大的操場 表演 就是學生就要加入那個遊行 就是慶典 然後你看我們會 它會有不同顏色的字符啊 然後你要揮 揮國旗啊 那你看我們就會主持成這個 阿拉阿保 就是 呃 真主阿拉保佑 庇佑吧 之類的 你看就形成這個 我們就會有那種 什麼 就是 什麼 那個叫什麼 就是 各不同學校會來 它會 一月的時候就會有 那個 文化部還是青年部的 教練嗎 會過去每個學校 然後你每個 每個禮拜就要花 幾個小時 就是某些課就會要去 學校的地方練習這個 為了2月23號 國慶日的表演 對 然後這個 就是國慶日慶典很盛大 然後蘇丹也會熟悉 那就會 然後文來華社 文來有華人嘛 就創辦華社 然後新春 農曆新年的時候 會有團拜 像蘇丹就會帶那個 皇后啊 或者他的家人 來向華人拜年 然後 就會在這個地方叫 ICC International Fashion Center 然後華校的 學 那個學生就會被 被什麼 被派過去表演 就是 對 因為華社 你要蘇丹來拜年 就要有一些活動 他們升不出活動 就會找學校 就好像是 台灣要找什麼 來接待外賓 就會找文化部來 找一些活動之類的 所以我們華校的學生就很忙 就是明明是私校沒有受什麼補助 然後你就要 國慶運你還是要跳 然後呢華社團拜呢 你還是要準備表演 就是 對 然後老師就很辛苦 他們就可能還要負責訓練學生 然後 那些華校薪水本來就很 他們薪水也不多 他們還要額外做這些 所以 很累 然後騰雲店呢 這裡就是我們玩 因為我沒有打上去 但這裡 找不到 這是燦災時光界的 我就做一些功課 後來 都會講不出東西 就不知道要講什麼 等一下喔 為什麼要介紹這個騰雲店 因為這是 文來的華人 19 19 不知道 就是怎麼講 他在市中心喔 文來只有幾間廟 全文來只有幾所 幾間華人的廟宇 這是第一間 也是最大間的 然後是在首都 他的那個什麼 意義嘛 好沒關係 跳下一個 對 我不會解釋就是 好文來的 沒有啦就是台商啦 比較往過去的 之前都是小金門的嘛 然後這個是 這好像不是 不是金門人 他是裝西山 他就是文來的 藍蝦很有名 文來最有名的 國家品牌 對 我是有找文章啦 然後這也是文來一些很有名的 這個已經去世了 很有名的華人的一些 商業的人物啊 或者什麼 推動華教的一些人物 像無尊就是國際有名 無景經就是文來的什麼 汽車業 反正就是文來的一些 社會賢達人士 然後華語報紙 我記得 的是這三個 我從小 因為我阿公爺爺是開早後天啊 我從小就有看這個 文來美里日報 美里就是在沙豪月馬來西亞的一個地方 叫美里 然後石華日報是在獅屋 就是 美里在這裡 獅屋在 沙豪月更遠 離文來比較遠的一個地方 文來書日報 我們 它會 因為報紙不是有很多 不同的版 那個什麼 有什麼財經版 娛樂版 然後就會有一版 是文來版 就是文來的記者 有跟他們合作吧 因為文來沒有自己的華文報紙 然後新洲日報就是吉隆坡的 我最喜歡看的華語報就是新洲日報 然後這個我已經很久沒有看到 我在想是不是已經退出了 就是 很較少販售 可能因為吉隆坡已經有新洲日報 所以南洋商報就比較少看到 還是它比較偏重在商業 這個 這三個就是各種 有財經 娛樂 什麼等等都有 然後文來沒有自己的華文報 對 東馬西馬的 所以文來跟馬來西亞的那個 華人的學生中文程度還算不錯 新加坡雖然 雖然他們政府有補助他們 就是 那個 讓華人學他們的母語中文 但是他們用新加坡華人的程度 就是學生都不是很好 因為他們太注重英文了 英文就很好 可是文來跟馬來西亞的華人 就是在東南亞來講是 緬甸也不錯啦 就是這三個國家的中文程度算比較好 如果你去菲律賓、印尼 他們年輕人的中文程度真的是 比較不好 真的 然後社團組織 就是文來的 對就是這個 這是地緣性的 然後有一些像 夜緣性的就是 私事就是 班戴西亞 剛剛玩中華 然後馬來 馬來裔和施里亞 馬來裔和施里亞 這兩個地方 馬來裔施里亞的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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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緣性的就是 文來有才同學會 像我的姑姑 他們有些也是這個 學會的 同學會的人 然後文中小會 我就這個學校畢業了 文中最 最有久的學校 然後騰雲閣就是那個 騰雲店的那個 一個團體 文學 溫來 這個不用全部介紹 然後 東南 種族議題 就是 好像東南亞只有泰國 沒有什麼明顯的 排華現象 然後 除了近年來就是 因為大陸旅客 造成了一些問題 所以他們才有一些不滿 可是印尼馬來西亞的 排華現象 真的比較強烈 然後新加坡其實是 還蠻和諧的 因為可能他們政府 有在推動那個 就是 做得還蠻好的 這要講可以講很久 可是新加坡 他很特別的是 他馬來人是 很少數的 在文來馬來西亞 印尼 就是 當地的就是馬來人 或印尼人是比較 絕大多數的 所以 怎麼講 我覺得這也有差 新加坡的種族會一些 可能是因為馬來人比較少 然後又有照顧到馬來人 他們 他們 很小心 華人很小心 有在小心處理 所以還不錯 文來的 其實也是有種族歧視 但是比較隱晦的 像就是 你會發現 政府部門 那個高官的職位 永遠都是馬來人 然後 還有什麼 能力 如果都是文來人 都可能都是公民 可能會發現 一些比較難 比較麻煩 比較辛苦的 什麼工作 會交給 文來 華人 文來公民的華人做 他說 你比較有能力處理這個事情 你做吧 然後 他說相信你 但是你會發現就是 就是比較辛苦 華人 然後 跟宗教 我覺得這可能跟宗教信仰 文化習慣 價值觀 還是什麼經濟權利 可是文來其實還好 馬來西亞印尼 他們那個華人掌握的經濟權利 真的 很 算蠻多 文來是因為有控制 而且文來 市場也小 所以也不會有怎樣 然後 而外討論就是 就是 獨立後的新加坡 他有尊奉馬來人為原住民 是Bumi Putra 可是呢 他的確有給馬來人特別的地位 因為保護他們 他們人口很少 而且他們才是原本居住在那裡的地方 他們像我記得 我同學有說 像馬來人去念新加坡大學 會有保障 固定會有幾個名字 要給馬來人念 就是馬來人的 所以 可是呢 這樣子並沒有造成所謂的種族歧視 在新加坡 我在想可能是因為 他們立國的精神 還是一開始就有 他們 就是 他們那個每一天 那個國家 我們在新加坡 我在新加坡念書的時候 每天早上都要唱那個什麼國歌 然後會宣誓一段 什麼We as a nation 我們一個國家 什麼我們是新加坡人 不會分什麼什麼種族這樣子的 馬來西亞就有分三大種族之類的 所以你就會引申到 他們不是說 台灣原住民就是有什麼保障名額 什麼什麼 然後人家就會說 原住民也沒有比較差 為什麼要有這些保障 因為他們可能是原住民嘛 然後他們人比較少的 可能真的需要有一些幫助他們的 我是去聯想道 那樣子 好 這應該最後幾頁了 對 好 法族大徒書興奮所謂的 佛教或 就是中國民間信仰 道教 可是那裡都統稱佛教 道教 不但有信封這些 也有什麼 所以你們不會講說是儒教或恐教 因為印尼是這樣講的 儒教 我們不會這樣講 可是我們可能學校會說 我們會有什麼儒家思想 可是不會說儒教 恐教 沒有這樣講 有可能 有可能 我沒有問我印尼朋友 但是 對 然後 像他們就會說 哦 佛教 你跟文來的馬來人還是文來的人說 Oh I'm Buddhist 他就去廟拜拜 他們想到的佛教是那個 去廟拜拜 可是那個廟裡面 我們 不是 大多數的還是什麼廣州 是什麼土地公 還是什麼 之類的 不是什麼 如來佛祖那種 我們的廟還是 主要還是道教 我覺得 然後 那裡的華人有分 上中文學校的 因為中文學校 畢竟不多啊 其他的還是有上什麼 英文學校 天儒教學校 政府學校 所以也會分一些 中文比較不好的 中文比較好的 像我是因為上中文學校 然後 對 有分啦 華族兩大不同的 宇文原流 造成那個 哇這真實在啊 然後 這不用講 以前的馬來人跟華人的衝突 是因為我覺得 因為 以前什麼從 福建的金門 廣東那一帶 就是中國不是很多天災輪禍嗎 還是就是天災 然後 然後怎樣講就是 比較辛苦 又有什麼刺激 原來就是 熱帶雨林 沒有天災輪禍 可能你就那個習慣就比較 然後 所以就會造成那個 文來人就比較 散漫一點 擁難一點 這樣子 然後 價值觀又不同 文化不同 所以會有 才會有那種歧視排華 現在呢可能就是因為 有人會用宗教這一點 還有政治來操弄 所以 其實會有 共處 就是和平共處 其實OK的 但是如果要真的做到融合 還是有一些問題 除非是 當然還是有 馬來人跟華人結婚啦 在文來 對 但是 就是要 還是有問題要解決 文來規模很大 但是 這我剛剛講的啦 幼兒園到高中 我的學校啦 我們簡稱文中 有三千多名學校 三千多名學生 然後 老師現在有兩百多個 然後我們的老師呢 因為他私立學校 他聘請老師有來自什麼 印度 菲律賓 馬來西亞 印尼 中國緬甸 還有文來本地的老師 因為要教一些 MID的課程啊 還是馬來文也是學校本地的 這種事啊 然後我們就要 從小我就有學三中語言 加上有在找獲店幫忙的關係 所以場面對很多人 所以 然後華校的華語老師 真的 對 剛講過很辛苦 他們要教二十四級的中文課 然後 還要幹嘛 就是 我就突然想講 就覺得很慘 然後 回來真的沒什麼娛樂活動 很多地方禁言禁酒 平日只有 看電影 上上網和朋友家園 去海邊野餐 拜訪星期 朋友在家 然後 我就因為在家 就是幫 在找獲店幫忙 所以 就不會到 就是這樣子 奇怪的現象 華文 對 就是馬來西亞文來的華文 中文學生的華文程度 都比新加坡的高 而且都是自費私利的喔 新加坡的確是有 當地地方 那個政府 資助的 可是 很特別的現象 東南亞的第一個 全國實施回教法 Sharia Law的國家 就是 然後 然後 當地的華人會抱怨 就是喔 怎樣怎樣 但是還是在那裡 可能住久了也習慣了 也 就是也不會抱怨了 就我覺得 適應 人就很會適應 對 文來不像印尼 泰國菲律賓一樣 對華人採取同化政策 也不像新加坡馬來西亞 因為 文來沒有說 我們有三大種族 新加坡馬來西亞會分 新加坡會分 但是還會說 馬來西亞會說 我們是一個大馬 但是其實 你看他的法律跟他的那個 政治 就會發現 其實那只是口號 新加坡是真的有做到的 馬來西亞是有口號 但沒有做到 文來是沒有說 沒有說我們有什麼 兩大種族 三大種族 他就說 所以文來其實就是一個 華人在那裡 你會覺得 就算你真的拿到光明了 你會覺得就是 呃 你沒有真的很融入當地 當地人還是會想 哦 你就 你沒有完全同化 跟我們還是有差別的 這樣子 所以文來的 所以我的身份呢 像我 我會說我自己是文來的華人 華菜也可以 因為我爸是台灣人 然後我有台灣人 那個 不知道 然後台灣人 然後喬生 金門 因為我阿公 其實來自金門 所以那個身份其實 會有點複雜 對然後 最後一點就是 文來親王有一個 就是他有挪用公款 之前 然後 兩千年吧 這是你想說的 八卦就是 你們可以查啦 就是 這個 搜尋一下 蠻有趣的 沒關係 然後你們有什麼想問的嗎 剛好一個半小時講完 然後 有十五 十五分鐘是 就是 問問題 好 你要麥克風嗎 好 好累啊 會講得太快嗎 因為我有放很多文字 我知道我會講得不清楚 所以 文字有點多 所以 可以看得懂 我想比較想問的是說 你們那邊華人的族群那個 一次性應該蠻高的吧 因為你說八成功是金門 應該都講福建話 對 就是 就算不是福建人 他們也會 福建話 那你會講福建話 會聽得懂福建話的很多 年輕一輩 講的話可能 比較少 但是 大多數還聽得懂 對 所以通知性也高 通知性 就是我說的 就是 有分唸中文學校的 跟不唸中文學校的 會有一些 就是 有一些是中文很好的 英文就還好 可是沒有欸 現在唸中文學校的 英文程度也不錯 就是 可是唸 只唸 沒有上中文學校的 他們 就只能用英文 所以他們 英文可能會比較 更流利吧 可能 華文學校的 學生 英文 有些可能真的會比較卡卡 但是你會發現就是 華校的學生跟 英校的學生 都是華人 但是你可以感覺得到 有些 你可以分得出 這是華校畢業的 這是英校畢業的 我可以分得出來 我在那裡生活 對 可是 他們的差別在嗎 差別就是 可能 就是習慣想法 講話的一些用字 但是其實 我覺得同時性還蠻高的 只是有些 用字 會比較不一樣 像 寫書寫在華像 那個 華文的 他們的書寫 應該會有問題嗎 他們就 英校的人就很少寫華文 有些是可能 念華像念到六年級 然後就 中學就去英校念了 這樣子 所以 對 他們 文來的華人 可能寫中文 如果就是畢業之後 像高中 然後你畢業之後 沒有在寫 練習寫中文之後 很多都會忘記 有些比較難的字怎麼寫 對 而且我們學的是簡體字 對 可是要看得懂 其實是看得懂的 很多 也會念報紙也 沒有問題 就是都能 了解 還有 那誰 我問無用 我問 我問一下 你剛才講 講簡體字 那你們那邊沒有在教反題嗎 沒有 以前 我記得我姑姑念書的 在我那個學校念的時候 他們那時候是用簡體 可是後來是一九 七幾幾還是八幾年嗎 就是變成簡體的 以前都是用台灣課本 很久 就是六零七零年代嗎 對 後來就不是了 就變成用新加坡的課本 然後現在呢 很像是有用大陸的課本 有跟 對 我之前是用新加坡的 華語教材 我的學校 對 那我想再講 那你們的 那你們那些考試 還有那些升學的 小學的情況 才怎麼樣 呃 就是 我們的制度是這樣子 小學六年 然後 當時 是 國中三年 然後高中兩年 現在很像變成 有一部分變成是 國中兩年 高中兩年 然後要念大學 升學班 或育科班兩年 才能念 大學 其實差不多你想一下 就是 兩年國中兩年 高中兩年大學 升學班就是六年嘛 你們國中高中也是三年三年 然後我之前那個就比較麻煩 就是 那時候還沒有完全改完 就是 國中三年高中兩年 然後又要再念兩年 大學升學班就是七年 多 多年的一年 然後才念大學 對 所以然後升學就是 我們高中 畢業後 如果你要念大學 是 比較不行的 要先念那兩年的 先修 大學先修還是 預課課程 對 對 那我剛才想問說 像那個什麼 到底你們在校的 在學校的 像那個什麼 我念的學校好像學校 對啊 你們有沒有段考類 之類的 學校還是有啊 就會有 像台灣也是 也是三次還是 我想知道 我 我們那裡學期的 學校也是怎麼分 就是 我們那裡是 一月到三月 會 然後三月中 會有放兩個禮拜吧 然後六月中 你會放兩個禮拜 九月會放兩個禮拜 然後十二月放一個月 就是我們會放幾個假 所以你們是四個學期 我記得是 對 四個學期 然後考試就是 有其中其末 然後平時有 好像 應該是四次吧 我沒記錯 我不知道現在有沒有改變 他沒有很認真 沒有就是 因為念過 原來我念過天竺下的學校 那個華文學校 然後我又去新加坡念 那個學校 然後來台灣又念過先修班 然後現在又大 就是很會忘記有 就是哪一個是哪一個 但是 我去哪一個 你有大學嗎 有啊 就是大學有一所 然後有什麼基礎學院 有什麼什麼 宗教學校 不理學校 沒有大學就比較 然後大學是英語 然後 可是很像 我記得 大一他們說大一要上 因為我沒有在那裡念過大學 我同學說大一要上 很像是 就是那個 馬來君主 國王 MIV的課程 對 大一還是要上 我們把麥克風傳下去好了 每個人都要拿到麥克風 然後 你不講 就傳給旁邊的人 好 好 那你在台灣會遇到一些 就是你說你有 你是台灣人 又是經文人 又是喬生 大家會怎麼看你 沒有啊 我就不會跟他們說 我是經文人 我就說我爸是台灣人 然後 我在文來出生長大 這樣子 然後他們就會問你有沒有文來的 你是文來公民 我說我沒有文來的護照 只有文來的什麼 長期的居留症 就不是 不是當地公民 我就說文來出生長大 但我不是當地公民 然後他們就問 為什麼 為什麼不是屬 我說因為文來就不是屬地的啊 然後 因為他福利太好 然後就說 那你中文怎麼講的那麼好 因為我上中文 華文學校 然後我爸是台灣人 然後就 然後 就這樣 就這樣解釋 過難那麼多題都還沒問到無尊嗎 無尊 他們就會 沒有啦 他們就會先問 你是文來 他們通常都會這樣子問 文來的 所以就是 無尊那個 無尊也是那裡來的 我就說 嗯對 然後就 哦 然後就什麼 那你看過他嗎 嗯對 有看過他 有跟他 有訪問過他 有跟他拍過照 什麼之類的 然後 然後就說 那 他就會說什麼 那你們 他就說那 無尊在文來很紅嗎 什麼之類的 我說文來 文來就沒有 我們看到無尊就會跟他 最多就是跟他拍個照 還是有的人看到他就 就是 還是會 打招呼去走 不會 沒有那種什麼 追新的那個 什麼文化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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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我分享一下 因為 我爸還是台上 然後我以前是在 就是 就我也只有台灣護照 可是我今天也是在大陸長大 然後 我那時候剛上大學的時候 然後 我跟大家講這件事 大家第一個懷疑你之後 會問我說 所以你是大人 所以你是哪 就是所以 所以你是怎樣 然後 他就說 那你為什麼講話沒有大陸長大學 然後我就會說 因為我是練台上學校 所以你剛才講的時候 我還沒有共有 對 但因為你們是台上學校 就真的是學在台灣 像華文學校 我就是 雖然老師 教我們華語文的 還是 有很多都是台灣畢業的 但現在呢 就 有一些是 馬來西亞的 馬來西亞教中文的老師 然後有一些是 大陸來的老師 所以現在就比較 多元了 這個 你剛才提到就是 禮節部分 還是相對的 就是在 長輩可能相對保守一點 然後還有 就是 現在也實施什麼 跟伊斯蘭法嗎 可能他們 伊斯蘭也很 我不知道 因為我沒有 研讀那個伊斯蘭的法 還是法規的教義 但是我覺得 還是他們文化本來就 嗯 他們很 你是說 為什麼他們會這麼尊重 為什麼有這麼多理解嗎 我其實想問的就是 他們會因為這樣 而有 就是男女地位 有不平的 這件事 喔 地位的話 我是覺得 還好啦 因為男生女生 看到長輩 還是要 那個禮節 要做的是一樣的 然後 就是經過長者也要彎腰 就是 那個禮節沒有分 男生跟女生的差別 可是我說的男女分 還是像 如果是 在公共場合 男生要做一遍 女生要做一遍 還是你去皇宮 那個開在節去拜訪 蘇丹還是 見皇蘇丹 還是先皇后 就會分 男生的話 是見王子 見蘇丹國王 女生的話 見公主 寶婆 他們是 喔 因為可能回家會覺得男女就是 要分得清楚 然後結婚後才 可以就是 在一起 可能回來也比較保守 就是你 你不會看到一個 一男一女 在路上 如果不是兄弟姐妹 也不是 同學也很少 就是 如果 看到的話 就是很少會這樣 很少會看到這個畫面 就是一男一女 在路上 牽手 但又不是 但又 我很少看到 真的 那你在台灣為什麼不適應 還好吧 其實 因為 來台灣前 在新加坡兩年 新加坡 新加坡就 嗯 就 還蠻先進的 對 那那個婚姻制度 婚姻制度 就是 喔 回教是說 一個 男生 可以 最多取四個 但是 像只有國王 人家有取過幾個 三個嗎 好像有一個已經 逃跑是靈魂 欸 我忘了 就是他有做錯什麼事情 然後 被趕走 之類的 這是八卦 你們可以查一下 然後 蘇珊就有幾個 可是你有 一般 百姓呢 還是只有一個 除非你真的很有能力 然後又 要 要取得大老婆的同意 然後 就OK 他們回教 這不只是我們來才有的現象 但一般還是一夫一妻啦 一般老百姓 那在民間是可以 就是有自由戀愛的權利 喔有啦 沒有說安排 就是 自由戀愛是OK的 就是可是 自由戀愛階段 能做的事情 可能他們比較保守 嗯 就是在馬路上 你不會看到一堆情侶 一堆情侶 手牽手 可能會 可能現在應該會比較常看到 以前真的很少看到 對 他們比較保守啦 比較保守 鳴鳳比較保守 然後 對 純波 對 是的 所以我們剛剛說那個 就是 文藍沒有什麼言論自由 那你們電視台 就主要是在播什麼東西 因為我們 電視台 我們是 我們有收看馬來西亞的頻道 有一個叫Astro A-S-T-R-O 就是有很多很好看的 它就有很多台 文藍的只有 只有幾台 五 不到十台吧 然後都是播 因為都是播馬來文的 或者有一些英文的 然後都是播國家的一些新聞 或者一些 一些當地的節目 然後我們 我是不看的 因為我們就看 就是像一般人 會上網看什麼美劇啊 還是 還是 港劇 台劇 台劇之類的 還是馬來西亞的 新加坡的 文來本身 我覺得馬來 文來馬來人本身 也很少看他們的電台 所以 對不對 因為那個 很少人熟看 對 所以 就 就只是個 電台 然後 它存在 可是也不會有一些 就是 批評政府也會不會 不會 這個我確定不會 會被打擊這樣 應該 沒有人會 嘗試這樣子 就是 沒有人會做這個事情 就是 真的做的話 就是會被 警察怎樣 我是 會被帶走 還是會被審問 還是 我沒有 我是沒有聽過人家幹嘛 就是 因為馬來的人 他們都 福利很好 生活無憂無慮 然後他們很愛他們的國王書單 很愛 很愛國 然後 他們批評最後就是明年說 啊什麼 什麼 有什麼批評 他們批評過什麼 我沒有聽過馬來人批評 那個 回教刑法 因為我們也不會問 這種議題很敏感 華人你在那裡 而且我又不是文來當地公民 我是文來的外國人 我就 當然就有點那種 寄人一下就很小心 而且 我的生活圈 我住的那個地方 是比較多華人的地區 然後 我念的是中文學校 所以 我的班有一兩個馬來人 但是 有一個是 爸爸是馬來人 媽媽是馬來人 有一個就是 純馬來人 但是 他就 跟我們從小念華文學校 所以 我接觸到的 不是那種 文來的 政府學校 還是文來 文來傳統家庭的馬來人 因為很少接觸到 有在 我念一年那個 天主教學校 就有不少 馬來人 文來的 馬來人 但他們念的不是政府學校 念的是天主教學校 所以會比較 比較沒有那麼保守 所以我遇到的馬來人都還 都還不錯 我就那一年認識很多馬來朋友 對 遇到的都還不錯 可是你開雜貨店的時候 因為我們那一區的雜貨店 有馬來人來 但是 來的主要是什麼 菲律賓 印尼 華人 就是住附近的 因為不是華人社區嗎 可是 最近有很多 就是外籍移工 住在 靠近華人區的另外一個 比較沒人住的 就是 比較 設備比較簡陋的地區 然後那裡就有很多 外籍移工 就是主要是菲律賓 印尼 然後 所以我在雜貨店幫忙就是 菲律賓人 印尼人 華人 然後馬來人也會有 不多 然後 外國人很少 就是 偶爾會幾個 有些外國人 因為那些景點都靠近市區 我就起來靠近市區 但是其實 外國人有時候就會走錯走到 走到我們那個市區 然後就想要買水 然後 因為我們那裡是住宅區 然後就看到有個早點 然後就來 我這應該是禮物的吧 然後就跟他說 你好 然後就用英文跟他 就敲開 怎樣怎樣 沒有不會啦 對 很少那種西方也是 來我雜貨店 我們是那種 小小小小錢的 對 對 沒有問題了嗎 沒有 那我觀光怎麼辦 你說 公司都是 都是 都是 外國人 都是那個 外國人 因為我朋友就是馬來西亞 新加坡的有來 我們來 我那時候就帶他們玩 然後他們 我們住的現在很 很 文來的那個 很多旅店就是 會提供那個 載客服務 就是說 我們 我們早上十點 到晚上九點 會有一個車 如果 你可以就是 請他載你到哪個景點 然後他會等半個小時 他會兩個小時 回來那個景點 再載你到下一個景點 對 所以 就是 做得還不錯這方面 不然真的 他們也會 因為我有遇過就是 外國人就是大風車 但是會搭到 你看他們滿頭大汗 也是等很久 然後 文來人有的就很好 他們就會 馬來人或華人都可以 就是都有 就是在過那種 喔看到是外國人那種 比較明顯就是什麼 白人嘛 就知道是外國人嘛 如果有的是華人 你就不確定他是 文來華人 還是國外華人 那個 所以一般都是那種 就是白人華人 或者 我還沒看過黑人來文來文 就是 黑人比較少來文來 就是對 就是經法必演的 然後有一些 車子就會停下來 喔你要去哪裡 我在你啊不然你要等很久 就是文來人就是很友善 然後就 然後 那個交通很特別 就是你看到紅綠燈喔 明明是 綠燈跟車要行走 可是 有人要過的話呢 也不是在法馬線喔 那個車就會停下來 然後說 那你過 然後後面的車也不會 就會按喇叭這樣 然後就 就是我們那裡 開車情形是很 喔我要一個影片 你們看一個影片啦 真的 這是我們的街道 車不多 Invandar 這是市區喔 車就那麼 那麼少 然後你看 他就 有人要過 然後就 綠燈了 然後 沒有辦法 現在如果你要過的話 他就會停 就是人比車大就對了 然後 然後 我們的路還蠻 就是 秩序還蠻 那個 不會很亂 像台灣我就覺得很可怕 然後菲律賓就是很危險 然後 這裡 這裡是 之前是 然後我的學校 在這裡被遮住了 然後再繼續往右走 就是那個 水村跟那個 那個 那個什麼 清真寺 所以你們沒有斑馬線 有有斑馬線 但是 雖然你不過斑馬線 那些人還是會讓你過的 除非是高速公路啦 就不行 就沒有人會在高速公路行走 然後就是那個 水村 所以你這裡看不到 就是 從我家走來就很近 因為是市區 所以 你看就是 沒什麼車 然後 很安全 然後 你沒有機車啊 機車很 我幾乎沒看 有 有那種重機 然後那種 他們晚上就會飆車 因為晚上10點以後就沒車 在路上 就是玩來是真實的啊 然後 然後 其實這沒什麼看法 其實這沒什麼看法 好就是馬路啦 就是 人就會隨便行走 然後 這在哪裡 我剛剛忘記了 等一下 這應該沒什麼 好就是那個 就是那個 熱帶雨林啊 然後有些 那些稀有物種 有時候會有鱷魚 但是 那在比較深的地方 這裡看不到 就是 你真的要 聽說有人就是 那個開船開到很 比較遠的地方 很遠很遠 沒有人住的地方 是看得到鱷魚的 但是 一定是沒有會過去的 然後 文來美食 這其實是晚上的時候 然後 這是我們的夜市 都是那種炸食品 然後跟色素的 碳食 然後 對啊 對啊 其實還好 沒什麼 然後 這就是 吃的啊 你看 還蠻重口味的 然後 這就是剛剛講的 文來南蝦王國 台商啦 這還好 我覺得 沒事了 所以 其實 對 還有問題嗎 不然就 最後嗎 你沒有 好 好 好 你想問一下 你們那邊都是 遜泥嗎 遜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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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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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只有 國家就是那一個 可能有一些 就是國外來的什麼 外籍移工啊 然後可能他本身的 教派可能不是 但也會影響到 就是 嗯 好 然後 他那個名字很長 然後 他的名字 各別的就是 他的名字 沒有啦 這是桃銜 那個 這裡 什麼 陛下啊 什麼 最最偉大的 Mulia 是 一個官 一個職位 忘記什麼職位 Suri 其實我真的不知道Suri是什麼 可是Bandai Su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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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忘了 這個我們老師沒有這樣講 我們意思 Bagindar就是對蘇丹的稱 我用Bagindar 像我們稱什麼 陛下 還是 欸我們稱什麼 Sultan是蘇丹嗎 他的名字就是 Haji是回教的 那個Haji 女生是Haji 女生是Haja 女生是Haja 然後這個就是他名字 Hasano Ibni Omarhum Ibni Omarhum Ibni Omarhum是頭銜還是宗教的什麼東西 他名字其實只有這個 但是呢 這是他爸的名字 Oh Ibni Omarhum是死去的 我記得 他爸已經死了 這是他爸 他爸的名字 Sodan Haji Omar Ali Saifuddin 你們看他有一個Sodan嗎 為什麼有兩個Sodan 應該是他還是他爸 然後這個呢 這個就是再重複一次 他是Sodan 他是一個 文來的Dibertuan 什麼 尊稱啦 然後 然後是文來 文來國的 什麼 就是很長 全名真的很長 對 所以大部分都是同學 那真正的這個名字 是不是 這個 Hasano 欸 Hasano 應該是這個 只有這個 可是我們一般都叫他Voke 他真正自己的名字 是Voke 但是他覺得他自己比較長的 是不是 因為 他名字很長啊 全名很長 所以他一般人 如果你說第29任文來蘇丹是什麼 就會說是Voke Voke 然後上一任是 Ali Saifuddin 然後第三任 好像 不是有兩位 什麼 公 公民卓著的 那兩 有一位是第三 第三位蘇丹 第五位蘇丹 第五位蘇丹 第五位是 我忘了叫什麼名字 第三位是Sharif Ali 他的名字 以前歷史有學啊 忘了 對然後 然後 你還有問題嗎 對 剛 夜市 夜市 九點多 十點 九點多 就是問題 然後十點多以後 十點以後 其實就 那個百貨十點關門 然後 然後 有時候如果他們開災節 還是什麼呢 就會開到十二點 因為馬來人要慶祝 然後怎樣 然後就開到十二點 所以 難得你會看到我們來超過十點 還有車 而且我是首都喔 還會有一些車喔 如果是首都以外的 其實你覺得可能七八點以後就沒了吧 對 就是很 很安 就是很 很淳朴啦 你們都是準備要去文藍玩嗎 可以 可是現在很 就是如果 遊客去那裡要注重 可是他們知道你們是遊客 所以 他們一般不會怎樣 但如果你去什麼政府部門呢 遊客就可能沒辦法進去了 什麼你去那個什麼移民局 可是一般遊客也不會去那裡 所以是還好 除非你 對 應該還好 對不用擔心 不要批評 文藍的政府或 蘇丹 這樣就 外國人應該不會 可能他就會 臉不爽 這樣子 所以文藍算有邊緝嗎 文藍很像 文藍很像 但如果你犯的法是 有處 什麼回教的 什麼一些相關的 是 比較嚴格 欸 文藍有邊緝嗎 應該 應該會有 但 不常 不像新加坡那麼常識 不像新加坡那麼常識 對 好 所以就 還有沒有問題 應該就可以了 大家好像要趕這邊去哪裡 對對對 你有夜生活嗎 咦 我要去醫院 好 那今天謝謝大家 謝謝聰明 謝謝聰明 謝謝 好 那個明天下午 我們就放一部 講 印尼漁工的電影 叫漁聲 詳情的話 請大家在上面 收看 啤酒 最終的 中一個 谢谢大家